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金色窗外有一面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高尔夫球场 现在因为经过一些雨水的浸润 然后又进入这里比较温暖的天气了 整片球场的草地绿油油的好漂亮 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一则很有意思的一个记录 这是一个真人实事 就说美国有一位军官 除了他的公务之外 他最有兴趣就是打高尔夫球 但是他的球技就平平中等程度 之后战争他又到了越战的战场上 又被抓了成为俘虏 那么在成为俘虏大概七年多的时间 他被关在一个牢笼之中 那个牢笼有多大呢 我记得他因为他的身高应该也蛮高的 可是那个监狱的那个尺寸呢 就是长度呢 五尺就150公分那么长 这代表他睡下来是不能够躺平睡的 要弯曲的 那高度呢也不到五尺 这代表他不能够完全站起来的 就是在这样子的牢笼之中 所以呢 据他的讲述 就是说他当时被关了几个月 那个时候他一心呢 要不就想快点来救我吧 要不就快点让我死掉吧 他就这样子 他是经过几个月他发现什么状态都没有改变 他就突然意识到说 可能我要被关在这种处境中更久更久 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很奇妙的练习 这件事情呢也决定了 之后他被救 就是释放之后呢 他的球技打高尔夫球的球技 从原本中等平平的 我记得他 我对打这个高尔夫没有什么概念 总之他的记录里头就是说 他被抓以前他的球杆是要九十几杆 是吧 九十几杆 就是中等 但是他从这个俘虏被关之后回到美国 他的球技呢已经到了高手的水平 说七十四杆 但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我没有概念 他讲是高手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关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他根本没机会拿到球杆 更别说他可以走到高尔夫球场上那个国陵 怎么没有机会的 所以七年多来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原来呢就是他意识到他可能要有更久的时间 待在那么那么小的一个牢笼之中 所以呢他开始了一个练习 他就是用心念的力量每天早上醒来 一般的人醒来在那样的处境中肯定是很苦吧 但是他呢从睁开眼睛他就观想想象 哇又是美好的一天 他穿上了这个最好的最好看的这个球装 然后带着他工具走到这个高尔夫球场 他就闭着眼睛开始想象 他在挥杆 然后这个他在推杆 他怎么样怎么样 做不同场地地形 不同的练习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球往哪边飞 他在走多久 当然在怎么样打 这么多年来他就做这样一个练习 那么他甚至于练习到最后 他可以仿佛闻到那个高尔夫球场 那种绿油油的一片草地 发出来那种清新的香味 他很愉快的每天都在那里打球 我对这一则故事其实印象很深刻 当时呢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太高难度了 你几天几个月有可能 他七年多 但当他再一次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一打球成为高手 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 但他后来说出他的秘密 就是他被就关在那样的处境之中 但是他心里就想着他最向往的 最有兴趣的 最喜欢的这个运动 所以也不觉得苦 反而觉得他是闭关练功这样子 我在看着 这个金色后面这一片高尔夫球场 我就这个脑海里浮现 这将军的名字不是将军 军官 这位军官的名字我现在没有印象 我只是知道越战后回来成为高手的一位 这个高尔夫球的好手 我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跟早安佛光的菩萨们分享 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他那么辛苦 起码你屋子比他大吧 你前院后面走一走 也还可以吧 但总之你还可以对外联络吧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人比他的处境更为艰辛 但是他竟然有办法用心念的力量 他真的把心念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我在今天想起这个小故事 这个真实的事情 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不知道您现在觉得您的处境如何 但是可以参考这一则故事 那么你会觉得突然间你的空间变得好大 也够大 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